首先P多多在成立了支出吧 就一直在推动这个中国的互联网 就是数字经济的发展 然后也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受益者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 我们自己在这个供给侧的这样的一些经验 能够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上面 也做出我们的供给 然后呢我们今年呢 其实在适应的国家开放的这种形式的话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国家馆 组织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大使来了的这样的直播活动 我们邀请的是全就是一带一路国家的这样一些 包括塞尔维亚波兰等国家的大使和这个领事 到我们来到我们P多多的直播间 推荐他们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产品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希望说通过 就是对于进口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进行加大我们的支持力 包括通过这种百亿补贴国家馆的方式呢 对于这些优质的国外的这个进口产品 进行流量和这个流量和资源的支持 那对于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商品呢 我们其实是希望说更加的 就是在满足消费者 这种对于优质海外商品的这样一种购物的需求 之外呢还能够积极的去探索 我们在外贸方面的这样一些新的潜能的发展 谢谢大家